你看六祖讲的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自信本定 不懂 那真的 我们说佛虽然没什么大成就 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 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是见闻得到的 清净佛菩萨 佛菩萨告诉我们 今天佛菩萨在哪里 在经典 学佛要以经典 不以经典你学什么 金刚经常说的好 佛菩萨不在世的时候 佛灭了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 这处经典呢 就是清净佛菩萨 古人 清净佛菩萨 没有一个不开悟的 我们今天清净佛菩萨 我们今天清净佛菩萨 为什么不开悟 如果具足成净佛菩萨 如果具足成净性 没有一个不开悟 关键在此地 我们俗话说不老实 开丁开悟的秘诀 大小陈教里都讲 接定会 应接得定 应定开悟 接什么 规矩 你不守规矩 你就不能得定 没有定 你就不能开悟 教下 能得定吗 能 怎么不能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修定 怪在什么 我们不会修啊 我们诵经 我们听讲 一遍听闻 这个我学会了 不知道 不知道学第二篇 那古人怎么修法呢 古人讲 读书千遍 其一字锦 你有没有念一千遍 为什么念一千遍呢 其一字锦 太悟了 一千遍怎么样 一千遍也得定了 你没有定功啊 你一千 你能够念得了一千步 我勉力同学 学东西 至少都是 那为什么 你有个深刻印象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提得起关照功夫 如果您没有舍变 没有舍变 没有舍变以上了 这个功夫啊 念是念过了 这日常生活 都不管用 我们的习气太深 都是烦恼当家了 是反复 我们虽然学了圣教 圣教不当家了 都还有一千遍 等会订阅 谢谢观看